好,现在我们对这个裤子的模型进行一个重新的拓扑 好,之前的这个裤子的基础模型还是太简单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决定对这个裤子的基础模型做一个优化 让它的这个方向性会更复杂一些 然后上面的这些细节程度会更高一些 注意一下网格的平均 好,这里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拖动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在形状上面我们再手动的去调整 然后用这个移动去把它吸附在我们这个钢毛上面 好,裤子其实这样的一个大概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底下 这边的话再新加条线嘛 就是把这个网格平均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点 这底下呢我们再挤压出来 把它分合在一起 中间的一条线我们把拉纸并且归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镜像 然后注意一下像中错误的点 我们要进行一个手动的调整 那么裤子的基础模型大概就这样 然后中间有错误的地方 我们再手动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观察一下有没有错误 好,这边我们再挤压一个面出来 给它做一个厚度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 开始做前面的裤单 好,我们再做这一块的基础模型 同样的方法 先把这个进行一个面的一个创建 然后呢 给一个比较颜色的一个区分 这样会比较方便我们一个观察吧 先把这个边缘这个轮廓 先给勾一遍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延伸 好,其实这块的这个部线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条线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就是层次 好,主要是从侧面看 让它有个这个布料的一个景色 让它有个转折关系 让它有个转折关系 让它把中间的多余的面给删除 再调整一下边缘的一个厚度 好,主要是从侧面看 把多余的面给删除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圆主 做这个绳子上的一个配件的一个基础模型 好,注意下来要把多余的点给删除 好,挤压出这种装脚关系 并且对这个边缘进行一个倒角的一个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在对模型进行一个 True Smooth的时候 就是鸢化的时候 它才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边缘 不会被我们软化掉 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硬朗 像金属的一个感觉 好,这其实就是一个卡线的一个过程 我们复制一个出来作为一个备份 再来到这个边缘子上咱们 请至少咱们 打击一下 请至少咱们 然后ANSPEC 到这边缘子上咱们 都会不吝点 shoe 说 不合作 做一些细微上的一些变化 然后我们再处理这个布料的这个金属片 我先用线来创建它的这个外轮廓 对着这个轮廓进行一个勾边 我们只需要做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准备把这个线转化成这个Polygon 来进行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体积感的一个塑造 进行一个挤压 然后呢我们再对这个布线来进行一个优化 我们再新建一个片 作为这个布料的一个感觉 剩下的话就可以用手动去调节它的一个形状 我们再次进行一个比较的一个形状 好,我们现在来对这个角进行一个优化 之前的话只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大的一个形体 接下来我们来更细微的 把这个角子也给制作出来 先调整一下脚掌的一个厚度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击压 然后调整一下脚掌的一个方向形 脚后跟着一个形体 调整一下脚掌的一个大小 好,现在整个形体就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就是来优化一下这个不线 分复一下这个脚掌 我们再多加一个段数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分复一下我们脚指的一个变化了 把这个脚指往外旋一些 把它进行一个击压 并且把它进行一个收缩 旋转一下脚指的一个位置 把这些点给塌陷掉 因为我们脚指甲是跟这个一起制作的 而不是单独去制作它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直接塌陷那些点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脚指甲是连在一起进行一个雕刻 观察一下这个部线 并且调整这个点 让它看起来比较平滑均 那么脚指的这个部线 我们也稍微的调整一下 首先是手腕处 手腕那个大小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好 这边的这个复杂的结构 我们把它进化一下 最基本的就可以了 我们旋转这个观察一下 感谢在一半 然后我们及时的调节 看一遍 那么白%, 然后这一条 能不能够